在野黨那麼弱 那麼軟爛 已經輸了這麼多次了 我們幹嘛要挺在野黨 我們自己就是在野黨 我們自己就是反對黨 可恥 我跟你講 天才ID大成我們最近還有很多料可以報 欺世盜名 莫此為勝 我們都很清楚他是什麼料 如果他這麼天才的話 他過去一整年在幹嘛 最天才最荒謬的就是 人家叫你改髮傳系統 叫你修正居隔書 你知道他怎麼做 他做出另外一套系統來 我拿到一份跟他以前工作到現在的人的 profiling描述 我跟你講 我們接下來慢慢看 嘲諷要打法很久 我有的是題材 現在最大在野黨就是討厭執政國民黨 任何黨派我都討厭 因為我們自己就是 就是在野黨 我們自己就是反對的 任何公民 都應該要善盡監督的責任 任何公民都有監督的責任 不要讓那些塔律班跟你講說 政府做得很好的 你為什麼不感恩 我為什麼要感恩 政府是我拿稅金養的 他做的我有一丁點不滿意 我都應該要叮 你應該反問的是 你為什麼跟努力一樣 你繳錢養政府 結果只能替政府辯護 政府有分你錢嗎 政府有跟你講說你好乖摸摸你的頭 你將來萬事開太平嗎 沒有 他還是讓林靖怡去當立委 你是做不到的 靠自救 各位靠自救 該早睡的早睡 該運動的運動 我現在如果不下雨 我都一定運動 我一定運動 因為我們要堅守這場戰爭 要一路打到2024 在野黨那麼弱那麼軟爛 已經輸了這麼多次了 我們幹嘛要挺在野黨 我們自己就是在野黨 我們自己就是反對黨 你就狠狠的打 每一次有空就去打 你打到那些小編那些走狗不敢再來 你看蔡英文為什麼在520的時候 一天發四篇文 以前有那麼熱情嗎 沒有 是因為他每發一篇都被打 打到最後到晚上9點才敢紀念520 以前哪有 以前那麼囂張 以前他的小編把自己當神了 拿著總統的頭像 在那邊政治鬥爭 可恥 可恥 我跟你講 天才ID大臣 我們最近還有很多料可以爆 他跟他媽在日本還出書 還上暢銷排行榜 欺世盜明 莫死為勝 我們都很清楚他是什麼料 日本人不清楚 你用外銷轉內銷 我就問他爸媽 你們兩個老媒體人 你們兩個老媒體人 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樣 唐鳳年紀還小的時候 運用關係上 他上了雜誌的封面 你是不是這樣做 名不服食 就你們兩個人在那邊一直吹 一直吹 吹到你家唐鳳心裡不平衡 我跟你講 唐鳳真的沒有料 我先告訴你一件事情 唐鳳 在過去一整年 法傳系統一直有問題 為什麼沒有出來 為什麼 你告訴我 如果他這麼天才的話 他過去一整年在幹嘛 他最近是不是為了要接數位部長 才出來 而且還沒完 我告訴你最天才 最荒謬的就是 人家叫你改法傳系統 叫你修正居隔書 你知道他怎麼做 他媽他做出另外一套系統來 所以5月17號之前 居隔書開不了 輸出有錯什麼 沒有救 沒有辦法回去看 然後他給你開了一個新系統 5月20號 5月25號才上線 然後告訴大家說 我出來救大家 我好棒喔 我就問你 你在社會上工作過 一家公司 舊系統很爛 請問是不是要 先把舊系統修好 把資料撈到新系統 然後讓新系統 可以運作之後 才告訴大家說 你做好了 結果沒有 唐鳳是直接開發一個新系統 然後告訴大家說 來用這個新系統 你是什麼誇張 你背後如果不是天王老子 我今天是公司 我就直接告你求償了 你給我 我跟你講說 舊系統太爛 請你趕快幫忙 5月17號之前 塞車到現在還沒解決 唐鳳直接出來宣布 大家不用擔心了 各位可以回家了 因為我開發一套新系統 但5月17號之前 東西救不了 這什麼爛開發商 我直接告訴各位 你不要說我每次打唐鳳 是什麼虐貓犯 什麼家暴犯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什麼樣子的系統開發商 會做這種傻事 舊系統不管了 丟那邊 5月17號之前救不了 我告訴你 如果5月10號之前確診 5月17號之前確診 你如果沒有收到居格書 沒有救了 因為有一大堆人 要回去幫你查那個資料 而唐鳳救不了那些資料 你拿不到什麼隔離包啊 沒有確診通知書 沒有居格通知書 唐鳳出來救那套系統 救不了你 我講的才是實話 好不好 我講的才是實話 那他開發這系統幹嘛 而且新系統5月25號才上線 馬上立馬就開記者會 立馬就開記者會 我這樣講 我在這邊罵唐鳳罵多少天呢 他敢不敢來我這邊留言 他不敢 因為我告訴你 我拿到一份 跟他以前工作到現在的人的 profiling描述 我跟你講 我們接下來慢慢看 唐鳳要打很久 我有的是題材 真的很荒謬 我告訴你唐鳳的標準都這樣 大家以後就知道 他如果被攻擊 他的習慣就是先來瞧 先來找你瞧 瞧什麼 瞧事情 你有沒有看到PTT前一陣子 你不是在幹他嗎 說你做出來的東西爛透了 你現在修的新系統也爛 唐鳳出來留什麼 他說 我們都有夥伴跟基層的衛生局有聯絡 跟誰聯絡了什麼 哪些東西壞了 他不敢講 因為他的標準流程被人家罵 就出來裝一個很謙虛的樣子 在那邊洗地說 沒有有有有 我們都有聽說 都有聽說 我跟你講一次兩次 這些網路上的仔仔覺得 大部長 不管不的 這個政委來找我 好偉大喔 然後後來發現他講的都是空話 他講的都是空話 我就問唐鳳在過去的一年期間 法傳系統爛 居隔系統爛 你為什麼沒有做 他就是會發包 然後把東西承攬在自己身上 口罩地圖不是唐鳳做的 我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 口罩地圖不是唐鳳做的 我跟你講 我最後講一個東西 我們人民一定可以彼此幫助 剛這位這個魏丹青媽媽 他在美國也幫台灣人 我們自己要覺醒 我們不要放棄 我現在不接受那些人跟我講說 去洗蔡英文版有什麼用呢 沒有用我告訴你就是有用 你有沒有看蔡英文被大家逼到 他的小編被逼到一天連發四折文 你有沒有看到蔡英文到最後一篇的時候 趕快呼叫小編群組 所有這些蝦冰蟹這樣的小編通通來 有用吧 我們要讓他食不知味睡不安整 有空就打 就這麼簡單 來不要放棄 不要放棄 不要鬆懈 就這樣子 那好 我告訴你一件誇張的事情 你是一個大企業 你很想要提供給你的職員 像美國一樣的福利 就是都免費快篩 那依據食藥署的規定 一個人有100劑對不對 對吧 所以5月17號左右 食藥署公佈了一個東西說 企業可以想辦法 依照你的員工名單 一人100劑跟國外進口 這個資料一伸出來很多企業 看到這個食藥署的狀況不錯 很合理 我企業也想要出錢 我願意出錢 我願意買 我安排進出口 這櫃位 我比食藥署還要專業多了 結果沒想到 結果沒想到 過兩天就不見了 這裡幫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 打架完之後 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